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首先带来看到1月19号是消防人的重要节日 而花莲县消防局就特别提前举办了119消防节 庆祝活动 除了是颁发0918地震救灾有工人员加菜金以及感谢状 也颁发纪念品给无私奉献的退休一销 而县长许正位也献上了花束给荣退的消防局长林文睿 而户外还有各式收救车辆 空情直升机的地面展示和宣导 也吸引了许多的民众前往参观体验 花莲县消防局16日上午在花莲县府举办119消防节庆祝活动 活动由傅宣大队热舞揭开序幕 花莲县长徐正位颁发义务消防总队干部聘任证书 并表扬0918强证协助救灾的有工人员加菜金及感谢状 也颁发纪念品给无私奉献公共安全的退休一销 包含消防局长林文睿也工程融退 第一个来感谢所有的我们无论是锦销 益销协情名利 对于多年来 对于整个地方上的付出奉献 无论是我们退役的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我们老益销协情名利的兄弟姐妹 要给他们融退最大的尊荣 以及我们各大队长分队长的布达 我想在这里真为要请我们所有的花莲的家人 给我们无论是锦销益销协情名利的所有的家人 给他们掌声肯定的掌声 认定的掌声 谢谢大家 保护家园以及防火防灾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不只是我们的公部门 不只是洗情名利 守护花莲每一个人都在做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今年消防节庆祝活动 以科技防灾购城市安全UP为主题 也正是近年来消防局全力推展的目标 特别于户外摆设各式宣导摊位 各项消防车辆及救灾救户装备器材 还有完成培训通过认证的可爱搜救犬救援演练 甚至有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黑鹰直升机现身展示 让民众亲身体验也大饱眼福 值盼花莲防灾自主能量持续提升 记得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